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 如果我们忽略了 它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 像腰椎 大腿骨 手腕部的骨折 平常可以注意自己的身高 有没有变矮 有没有驼背 最好要能够去做补密度的测量 就可以了解自己的骨头的健康 或者说去测量 未来十年的骨折风险高不高 一旦有骨质疏松 应该去做积极的介入 全面性的来治疗 欢迎参加 由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 以及天下杂志共同主办的 骨质疏松症照顾高峰论坛 希望能够唤醒大家 对于骨松防治的重视 过敏健康署来讲 针对骨质疏松症 我们非常强调预防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在营养方面 提倡我的餐盘 那我们也有参考了 欧盟有一个运动指导手册 叫做VVFRAIL 根据长者的一个 不同的健康状况 我们会提供它 不同的运动指导 我们医学界的人才们 总是非常的高调的照顾病患 低调的做人 婆婆跟我情童母女 晚年一直受到 骨质疏松症的折磨 你想30年前 医疗的资讯呢 根本就是非常的贫乏 我如果早一点知道 它是可以治疗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我的家人 把我的长辈 做这样的一个检查跟治疗 骨松早筛减 骨折不出现 这个要压阴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朗朗上口 它就会伤心 伤心了以后 就会去注意 就会去想要照顾我们周边的人 其实骨质疏松 在健保里面的话呢 有一些给护 对预防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给护 我们台湾的就医是很方便的 看病要不要钱 一定要有人付钱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 健保的一个总和在付这个钱嘛 骨松的要 我们能够给护 民众假如说真的是骨折的时候减少 那我们可以省掉很多健保的费用 住院的时候呢 我们花的钱也会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说 这个分歧医疗很重要 我觉得使用者护卫的部分它很重要 把一些不必要的费用要减少 该给病人有用的药品的时候 我们才有足够的钱 我们真的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 不能只有站在说 我们个人对于这个利益的问题 大家就是要认识为什么1990年成立之后呢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医疗品质跟医院评鉴 是负责非常的大 对民众的教育要如何提供他们的警觉性 及早的去求医或者是求助 一定要做一个整合的这种照顾 而且它必须要有持续性的照顾 相对的这个科别的合作就非常的重要 所谓的新的慢性病里面 大概就包括了三高率第一 第一股密就是骨质疏松 2050年台湾宽部骨折的发生率会增加2.7倍 直接的费用也会增加2.7倍 骨松的病人只用骨松用药 造成的病发症的死亡率就可以减少 STOP AS ZERO 避免骨松骨折 台湾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那骨松的这个快速的增加 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轻忽的一个慢性病的杀手 到底我们要如何及早的治疗 避免医疗费用的过多的支出 那我觉得我们要鼓励民众自己的体重控制 叫做规律的运动 骨松足够的钙跟维持住地 教育我们的民众不要跌倒 这一生可能只能检测3次 会不会是一个阻碍 那有没有办法我们透过健保分级 或者是医院的评鉴来做一些改善 刚刚署长讲说用健康存值的人去算 骨密度测量之后分级说 哪些人积极的药物治疗 哪些人他可以做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 因为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说 骨密度改善之后 他再次发生骨折或他发生骨折的机率是减少的 所有的医疗资讯 我刚刚讲过就是我们用云端 Medic Cloud 你在一个医院坐了以后 到另外一个医院去 他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提供病人最好的一个医疗照顾 还是要去预防 比如说平衡感不好 肌肉不好 你的活动力变慢 平衡感变差的时候 你跌倒就容易骨折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民众 其实不要听到骨头的密度下降 就非常的紧张 我觉得还是要找在座的 这个所有的专家 来做进一步的升线 我们知道任何的治疗都不是万能的 跟医师有充分的沟通 沟认知 各种治疗的好外处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个才是一个最完整的 一种认知跟做法 麻烧哟